歡迎大家來總統府 大家為臺灣贏得世界冠軍 相信所有的國人 都為你們的表現感到驕傲 大家把平常苦練的技術 轉化成球場上的精彩表現 贏得世界第一的榮譽 是值得大家來讚賞 我們真的也很歡喜 除了拿下冠軍之外 各位在比賽的過程中 所展現的拼戰精神跟毅力 同樣也是你們未來的生涯當中 非常寶貴的收穫 大家都很年輕 我要鼓勵大家 除了練球之外 也要把在球場上的拼戰精神 用在每一個領域的學習上 同時兼顧學業跟球技的發展 現在臺灣的各級棒球 包括大專 高中 國中 以及國小 已經有超過900支棒球隊 而且從在場的各位的好表現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三級棒球環境是質量並重 而且有很強的基礎 現在 行政院已經在研議各項具體措施 希望能夠提升企業參與的意願 這是我們未來要強化職棒發展的第一支鍵 第二支鍵 則是要健全職業棒球隊的二軍制度 現在各個球場雖然已經有二軍 不過比賽的強度跟場次都可以更進步 我們應該在選手制度上 以及選手的照顧跟跑場面下 用更多的心力 體育署會參考國外的經驗 跟球團合作 讓二軍比賽更精彩 更有規模 不僅可以帶來商機 也可以讓球員的球技更為成熟 除了第二支鍵之外 我相信應該還有第三支鍵 第三支鍵就是要從硬體做起 讓球員有更好 更安全的場地打球 目前體育署正在進行全國球場的總體檢 我們要逐漸強化現有的各級棒球場的場地設施 最後 我再次恭喜選手們跟教練們 謝謝你們為臺灣爭光 我更要跟所有的政府工作同仁說 打造更好的體育環境 接下來就靠我們的努力了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